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把华氏度转换到摄氏度的一个既简单容易心算又非常精确的方法 你在Google上或者YouTube上搜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算法都是给你分减30除2 但是这个算法误差太大 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办法,精度是非常高的 大家看一下 好,咱们要把华氏度转换到摄氏度,对吧 那么精确的公式是减32乘以5除以9 但是这样是比较难算的,你每次都需要计算器,太麻烦 那么你怎么简单的用心算呢 你先算减30除2 达到这个数值 但是达到的这个数值呢 你取它的十分之一 减掉1 再加回去 那么你就达到你最后要算的数了 那么你先举几个例子 如果说是华氏度是90度的话 90度呢 你刚才说的算法 减30除2 就是减30是60,60除2是30 30的十分之一是3,减掉1就是2 所以加好2 那你最后达到的温度就是32度 精确值 你用刚才公式算 是32.2度 那你可能说这个容易计算 那咱算一个难点的 77度好了 77度呢 你减30 就47 47除以2 23.5 加好它的十分之一减1 就是2.35的十分之一 1点 2.35减1 1.35 1.4 你得24.9度 你要是用公式算的话 得到的是25度 那再算一个温度高点的 104度好了 这两天气温就是104 104减掉30 74 74除以2 37嘛 37加上它这十分之一 3.7减1 就是2.7 那你算出来是39.7度 用公式算出来的话 是精确值是40度C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误差 是相当小的 这个只有0.2度 这个呢 是0.1度 这个是0.3度 用这个算法在一般情况下呢 精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如果说是F 是-4度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摄氏度是-20度 一直到高温112度 也就是摄氏度的44.4度 在这个范围内 你的误差是小于0.3度 如果咱缩小一下温度范围 比方说是24度 也就是负的4.4度 就是零下4度摄氏度 到77度 就是咱们一般说的室温25度 那么在这个范围呢 用这个办法算出来的误差 是小于0.1度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算法的精确度 是非常高的 而且也非常容易计算 好 那么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就是你的华氏度 减掉30除以2 达到一个数值 然后把这个数值的十分之一 减掉一 达到另一个数值 然后把这两个加到一块 你就达到最后的算法 出来的温度近似值 这是个非常精确的算法 今天共享给大家 好 谢谢观看 拜